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我們講一點這個勵志的故事是 索菲亞這裡有一個黃凱倫的故事 就是現在這次的奧運 大家受大家的關注 我們體育界 大家應該也都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然後希望這件事情也可以 透過奧運然後給臺灣的體育或運動 有一些幫助 那現在就是要呼籲一下 其實奧運還沒有結束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帕運 就是那個身心障礙的選手 我們臺灣也有十個選手 目前在東京奮戰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叫黃凱倫的選手 那他出生也是嘉義 然後就是樓道釋迦 然後非常優秀 也是從小練 然後就是國手等級 也是有奧運夢 覺得就是很優秀很優秀 但是有一次在四大運的選拔賽的時候 樓道嘛 都是有危險性 然後摔傷就半身不損 進步一下癱瘓 這麼嚴重 對啊 你看看這要怎麼去接受這個 一個縣市 一個空手道釋迦這麼優秀的一個選手 但他沒有灰心喪志 他覺得他再怎麼難過 我覺得這也是運動員的精神 他說再怎麼難過 我也不會明天睡起來腳就會動 所以他就繼續練 他覺得他屬於比賽場的 所以他就去改練三鐵 然後即便他的胸部以下沒有知覺 但他就是就是練 然後這次也是代表我們臺灣 在帕運三鐵比賽 那有很多蠻感人的姿勢 那些桌球選手等等 我覺得他們也很值得 我們的加油跟關注 這個樓道還是危險 每個運動都有危險性 像這次空手道那個對打 不是伊朗 就是在昏迷當中的冠軍 就是因為踢 我們空手道有種叫做寸子 就是你踢或打完之後 要趕快收手 因為那個力道灌下去 真的是不得了 然後就是沙烏地的選手 他本來是領先 結果他在踢上段的時候 踢到脖子 不可以碰到他的脖子 就是一定要收 因為打到脖子真的是很危險 然後對手就昏迷了 然後就冠軍了 昏迷那個得冠軍 對 因為對方犯規 那昏迷之後他有救回來嗎 後來後來有 有救回來 那划算 但是就湊著臉拿金牌 因為這個金牌就覺得 就是不是戰鬥的金牌 所以每個都是有他的那個危險性 你看大家也講自行車 自行車會受什麼傷 就很多傷 任何的運動 其實只要過度訓練 就很容易受傷 是 是 那黃醫師 你念醫學院 那是你小時候就 還是被逼的 我覺得可能是有一點被潛移默化 就是說我先跟大家講 我曾經在搭捷運的時候 然後捷運有一個看板 都是那個高中考大學 在種什麼什麼什麼醫學系 這樣一個看板 然後我就有看到一個 勞工朋友爸爸 就是他就是一個男生 然後身上就是 因為工作的關係 身上全部都是灰塵 然後本來我們就是 大家結論就是大家人來人往 誰會停下腳步呢 可是這個爸爸他就 停在那個那個考 那個大學的那個看板前面 駐足良久 然後我當下就看他 然後其實我其實蠻感動的 就是說這個是代表什麼 就是說爸媽 他自己工作是這樣 可能比較辛苦勞工 可是他為什麼會去看那個 考大學的成績分數 要什麼分數才能上什麼學校 到底要去哪裡補習好呢 就是其實他是想要翻轉 他小孩子的人生 那所以如果從這樣 這邊想起來的話 其實我自己從小的話 是因為我十歲就是單親 所以我們家家境也是不好 那但是我媽媽 他不會直接告訴我說 我們家家境不好 所以你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發現我媽媽都是 非常有心機的 這個心機是怎樣 比如說我跟我妹妹出去 小學的時候 看到人家穿那個 北玉女綠色制服的時候 我媽媽會在後面指著人家說 我跟你說 那個是全臺北市最好的高中 可是那個要很努力讀書 然後才可以念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不懂 但是會覺得說 你這個制服還蠻漂亮 當然大家後來不覺得漂亮 但是爸媽 因為沒看過高中的制服 爸媽在那個瞬間 就給你一個這樣印象 不錯 如果想要讀 要很努力 這個概念先進來 那後來是說 其實我們讀書 大概就是說 我可能小學就是普通 就是可能就前五名這樣子 那到國中的時候 就開始你要 往哪一個方向邁進 前五名是全校還是前班 全班 不會比到全校 那就是說 因為沒有那個意識 然後我們也不是 念明星學校的 然後到了國中的時候 才開始要正視說 我到底要念什麼學校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覺得我媽媽又很厲害了 她也不要逼你讀書 但是她就告訴你說 現在就是讀書的關鍵期 那你就想清楚 如果你要讀書 媽媽就是會攻擊你 繼續地讀上去 讀到大學 但如果你現在就不認真 接下來大概也沒辦法 讀什麼書了 那就準備要出去搬磚頭 對 然後我當時就 就在這個被窩裡面 就睡覺的時候就想說 我這個手沒什麼力量 我可能沒辦法搬磚頭 所以我就好好讀書 那其實我在學校的時候 你知道我 如果像你這種人 去搬磚頭 我爸爸都常常講一句話 你磚水吃得不好 有 可能也要死 就是你連賺 能夠喝水的錢都沒有 對 但是就是說我覺得 我媽媽很想說 她不告訴我哪一條路 才是我應該走的路 她讓我自己去想想看 在我有限的能力去想 我可不可以 對 所以我就 有限的能力去想 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在學校的話 我的成績還不錯 然後特別是 我覺得我對歷史很有興趣 然後歷史每次都考一百分 好有成就感 然後我就很開心地 跟我們的歷史老師說 老師我以後也要當歷史老師 可是我很驚訝的是 老師突然就是 就是他沒有很高興的樣子 通常不是說 我們要成績誰誰誰 通常我們理論上 應該看到那個人很高興 可是歷史老師 並沒有很高興地跟我講 他說你要當歷史老師 你喜歡歷史 當然是很好 可是當歷史老師 可能不會賺很多錢 其實我今天滿感謝 那位歷史老師的 就是一般的老師 不會這樣跟學生講 這麼現實面 可是我就是很早 就接到現實面 我知道我家裡沒有錢 也需要賺錢 然後老師就跟我講說 做歷史老師沒有辦法賺那麼多錢的時候 我才會去想說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的可能 那因為剛好我的姑姑是當醫生 所以我們從小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家族是 其實其他的成員 當然也都不錯 但是就是醫師 女醫師 姑姑這個職業非常的突出 你會發現整個家族都很崇拜他 有什麼問題都去問他 因為真的是就是鄉下的家庭 然後姑姑真的很優秀 我每次國中高中 只要姑姑上來台北 我媽都會趕快說 趕快不要這個書先放著 趕快下去問姑姑說怎麼樣讀書 怎麼樣考上北女 怎麼樣考上醫學系 然後真的 所以其實在這邊 有一個淺移默化是說 我看到大家都很崇拜姑姑 然後好像姑姑的生活 是過得比其他人都好 那後來是因為真的是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爸爸在去世的那個瞬間 我自己覺得說 為什麼能做的事情 我們能做的事情這麼少 那我就結合起來說 所以我應該可以做醫生 既可以幫助人又可以賺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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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